大家好啊 因为距离吃早餐时间还早 所以先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朋友之间借钱的话题 我有一个还可以的朋友 算是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一起种花 一起撸猫 撸猫撸狗 他因为向我们借了点钱 其实也不多 九万块钱 我们也没有多想 主要是我老婆没有多想 但是像我老婆借的 我老婆也没有跟我说当初的时候 因为她觉得是小事情 没必要说 而且是好朋友 临时周转一下 就借给她 现在是大半年过去了 大半年 估计 就这一个月 周转一下 他们也是做生意 我们也没多想 借给她 后来就没还了 到现在为止就没还了 目前的境遇很糟糕 信用卡也刷爆了 然后被银行吹债 然后各种窘迫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一个事实 就是她的生活窘迫 这应该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催也不是 不催也不是 催她觉得不近人情 人家确实是过得很糟糕 这个过得很糟糕不是虚构的 我们应该大概知道确实是过得很糟糕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 就在想 这个过得很糟糕是一回事 借钱还钱是另一回事 所以看你用什么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还是说你过得很糟糕 这个东西我们给你 我们也 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我们也不想多说 但是你借钱还钱 这个你得有个计划 因为你已经拖了很长时间 当时说 借一个月是吧 后来我们也是 宽容宽容再宽容 但是你这个遥遥无期的 这个也不对 所以这个面临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朋友之间借钱的问题 其实我是倡导 末谈借钱 就不是钱的问题 就是末谈借钱 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借钱可能会导致朋友之间的关系 就回复到从前了 其实这个钱 如果是我们做投资也好 或者干什么也好 亏了 或怎么样也好 我们也不会有太多的 太太多的这个这个 签帕 或者说不愉快 因为投资有风险 我们就知道 投资也是个单纯的一个经济行为 也不牵扯到其他 但是借钱 像朋友借钱复杂的 这是钱的问题 是 这也是友情的问题 是吧 这也是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很多问题砸利息很麻烦 所以呢 我是比较倡导 朋友之间不要谈借钱 因为现在 这个经济社会 金融社会 任何一个居安思危的人 想通过这个正常的渠道借点钱 应该是很容易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现在每个人都有信用卡吧 应该啊 即使你没有信用卡 你去办信用卡 即使信用卡没有用 你也应该去办信用卡 这是我一直 跟我之前的客户也好 朋友也好 倡导的 你不要认为你很有钱 你不用透支消费啊 人要居安思危 你现在没有遇到窘迫情况 不代表你未来 你有充分的自信心说 放心 我永远我百分百 就跟那些信仰这个 迷信的人一样 百分百不会有问题 不要手中是百分百这个百分百那个 居安思危 你现在 你就算你很有钱 你也要为未来 可能会没钱 信用到窘境的时候 做一个准备啊 多倍几张信用卡 没事刷刷啊 让他的额度提额 是不是 然后你一旦需要的时候啊 你可以用信用卡来周转 还是很方便的 是不是 期限灵活 这个这个额度也是灵活的 不叫你去去做贷款 是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通过正常渠道去借钱 应该是很容易的啊 而且呢 即便不容易啊 像自己的最亲最亲的亲友 亲属啊 去挪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轮到他在正常渠道借不到钱 最亲的亲属借不到钱 向朋友借钱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失败的一个 一条路 他已经loser了 他已经进入了一个loser的一条路 知道证明他已经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啊 不能够评估未来的人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借钱给他 就意味着你承担了两个风险啊 第一个 这个钱要不会来啊 第二个 朋友回不到从前 所以朋友之间借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 一方面是钱的问题啊 一方面是你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啊 我之前就有一个很小的事情 很小的事情 700块钱 很小的事情啊 还是个店长啊 我当时做运营总监 下面一个店长 像我借了700块钱 就离职了 就消失了 这种事情你说 在他眼里 我就只是700块钱啊 接着我700就走了 当然他也像其他人借了钱 所以呢 我 就想说啊 以后朋友之间就 就末谈借钱的事情了 如果你 做不好自己的理财规划 你规划 规划不好自己的收支 然后呢 你的亲 至亲的亲 亲属们啊 你的亲兄弟 堂哥表哥啊 你爸妈 或者之类的东西啊 都不能帮你啊 你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退路 什么信用卡也好啊 或者没有任何的信用 向任何一个这个这个机构 去挪点钱 因为现在你真的真的 普发银行万用金 是吧 这个中信银行的这个这个 圆梦金啊 华夏银行的什么 各种金啊 各种金都有 只要你在那里有信用 你都可以弄出钱来啊 啊 是不是 很简单啊 为什么向朋友去借钱呢 一借钱人员矮矮了不少啊 我我几乎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去借钱 我我穷到没有饭吃了 我记得有一年 我真的是苦到没有饭吃 没有任何东西吃 一天加半天没有吃饭 整个一天加半天没有吃饭 没有吃任何东西啊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讨了一碗粥喝 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向任何人去借钱啊 啊 我觉得借钱 我我我的精神就垮了 我的肉体可以垮 我的肉体可以消亡 可以死亡 我的精神不灭 啊 我都没有向别人借钱啊 所以呢今天录个节目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朋友之前借钱很尴尬啊 就是对大家最好是事先 啊 就是在朋友还没有向你借钱的时候啊 你就旁侧敲击的啊 把这个事情说 把你的立场说出来啊 莫谈借钱啊 我说完了以后 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你就交啊 你觉得你觉得你这个朋友不能交 你就不交啊 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 先把立场 谈出来 莫谈借钱啊 我也不想扯多少啊 不不想说小气也好怎么样 就是莫谈借钱 不要谈免开尊口 如果这样前提设置好 还能交朋友 那就交朋友啊 如果交不了就交不了 随便啊 生起自然啊 啊 今天聊这个话题 也希望给大家一个轻松的一个 交朋友的环境啊 大家交朋友之前啊 先把一些底线 丑话说 说前面啊 说好了以后大家交朋友啊 你觉得不能够接受就算了啊 我们就就就不要开始了 这段友谊就不要开始 简单了啊 真的麻烦 其实朋友借钱也有会也有还的 像我老婆像一个也是一个老同事了啊 五万还是十万的我都忘记了 我都忘记了 还了还了 我当时是反对的 我说你不要总是这个借那个借啊 麻烦啊 你除非你这个钱你不要了 你无所谓啊 还不还无所谓 除非你是无所谓的态度啊 你只是像个土豪一样的 我就借给他 他不还也没关系 我们的友情不只是这么多钱 那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如果你借给他 你还指望他还的话 那你老的心情啊 就受这个 受这个这个牵制啊 以后你跟他聊天都很尴尬 本来平时朋友之间 互相没有债钱债务的时候 聊天是很轻松的啊 这一借了钱 你一聊天 他就认为 你是不是向我要债啊 他就有这种潜意识啊 然后呢 你们开始没事找事的 以前是很轻松的 打个招呼都可以啊 当他欠你钱的时候 你打个招呼 就变成了提醒他还钱 很复杂是吧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复杂 就朋友之间不借钱 这是我的观点 好了 拜拜